台中市大坑山区风洞石公园 最近出现了三只野生的孔雀 没有想到其中一只公孔雀 度不到一辆黑色休旅车旁边 可能是看到车身反射出它的倒影 误以为是碰到竞争对手 它先是展示威吓 看到对方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气得下一秒狂烛攻击 但是车身也因此被烛花 公孔雀熊啾啾气昂昂的来到车边 看到车子的倒影也有只孔雀 跟他一样气势凌人 苏郎恩苏丁 我啄 我再啄 啄了好几下 没想到对方居然也反击 这下公孔雀被惹恼了 展示威吓 狂啄攻击 再来个腾空脚爪飞踢 台中市大坑山区风洞石公园 近来出现三只野生孔雀 只有一只公的 他可是这边的男神 看到轿车自己的倒影 并可能以为出现情敌 立刻出嘴攻击 眼看车身被刮花 一旁直击的民众一度不敢靠近 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 后来是有人拿登山杖驱赶 他才飞到屋顶上 他就是看他反光 他看他把这边接下来 他就会看他正常反应 附近山有说孔雀不知道是哪边来的 而且不怕声会悠闲的四处走动觅食 公孔雀偶尔还会孔雀开屏 因为孔雀有侵略性 之前也看过另一辆车被攻击 怀疑孔雀看到镜面反射的倒影 以为是竞争对手才会攻击 倒霉的是车主 车子被啄了好几个洞 也不能叫孔雀赔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